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农历是12月初四 那么今天是元旦新年 希望大家能够在新年当中 能够要好好的学佛修心 好 那么下面就开始解答 听众朋友问题 喂 你好 你好 喂 你好 你好 喂 你好 请问师傅吗 是 喂 师傅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我们这里是台北观音堂 太好了 新年快乐 喂 师傅 你们好 师傅 我有两个问题要问你 我们一般啊 我们在跪在拜殿上的时候 有的师兄会坐在脚跟上 这样如理如法吧 就是脚完全没有碰到地上 就完全是不是在拜殿上面 没听懂 你刚刚说坐在自己的脚跟后没问题的呀 在拜殿上坐在自己的脚跟上没问题 对啊 你前面拜 拜完了之后 你可以坐在脚跟上了 没关系的 哦 好 第二个问题是那个 但是你要听我讲 就是说第一遍的拜 最好是能够直腰 第二遍拜你才可以这样 一般的像这种坐在脚跟上的 一般的就比较累的人 腰不大好的 身体不好 菩萨不见怪的 明白了吗 对对对 感恩师父慈悲 好 第二个问题是那个 你们可以放在拜殿上吗 可以的 因为拜在头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的拜殿不能做的 听到懂了吗 因为有些地方 有一些道场 他们怪怪的 他们把这个拜殿放在那里 有一个阴阴的板凳 前面用自己的臀部在坐在人家磕头的地方 然后一会儿跑过去磕 你说 你知道人的肚脐炎以下 全部都是水月 我们说下三道的 肮脏的 所以你说能坐在上面吗 磕头的地方能坐吗 连胯都不能胯 怎么能坐在呢 怎么能用臀部坐在这个前面呢 嗯 了解 明白了吗 所以你跪拜的时候 你可以把经文放在前面 因为前面是磕头的地方 明白了吗 嗯 了解 了解 好 好 好 师傅等一下 师傅你好 你好 我昨天有梦到你耶 哦 而且你昨天有站黑色系上 里面是黄色 很久没梦到你了耶 梦到怎么样啊 可是一眼晃过去好快啊 好像闪得很快 就没有了 哦 说明 说明师傅加持是给你加持了 但是你缘分还不够 哦 真的哦 因为我刚入门没多久 哦 我今年二月份才进来的 哦 很好啊 那我十月份有拜师 是吧 啊 现在 现在学佛的人越来越多 台北也学佛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希望你们好 对啊 在台北观音堂 对啊 新年当中要越来越好 对不对啊 不是 而且我们昨天真的没有睡觉 来住这间职 来住这台北观音堂 是吧 对啊 这么好 然后 今天第一次听到你声音耶 好好努力啊 发喜 发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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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您好 哎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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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招 哎 师傅 好 今年快乐 师傅 今年快乐 啊 喂 喂 师傅 啊 哎 今年快乐 师傅 弟子给安师台当 请安 师傅 今天是2017年的1月1日 您给 也 您给广大听众 开始一下吧 嗯 开始过了 前面已经有了 看 啊 开始过了 讲过了 讲过了 哎 好的好的 我那我问问题 嗯 师傅 嗯 呃 是这样的 嗯 就是说是 呃 你你当时就是梦到别人偷自己的东西 师傅说功德被人家偷了 什么情况下功德被偷 怎样避免功德被偷呢 师傅 梦见人家偷他东西是吧 嗯 是不是啊 嗯 是的 是的 梦到别人偷自己的东西 那实际上功德功德有有漏和被偷的是两个概念 一般的你有你有功德怎么偷的去呢 偷不去的呀 只是你 你有工作之后你想帮助某一个人 这个人可以把你的功德就拿走了 明白了吗 嗯 就像我昨天讲的一个老妈妈九十岁了 他一个请他子女来照顾他 结果他子女就把他这个几十年的赚的那些钱全部偷走了 这个就是说因为你九球与人或者你要去你要去帮人家单业 你的功德就会有漏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明白了 哦 那师傅怎样避免功德被偷呢 一般是 首先呢 每一次如果你觉得功德会有漏的话 最好的方法呢 这个在帮助别人之前要跟观世音菩萨讲 观世音菩萨我某某某愿意帮助他 我给他烧几张小房子 能够尽我自己的一点心意 你这样一讲的话嘛 只有这几张小房子他拿得到的 你的功德他就拿不到了 如果你说我愿意帮助他 我帮他 我帮助他 帮助他们你帮他背了呀 背了吗 你身上有多少帮助 比方说举个简单 这个人欠人家十万块钱 你跟人家说 你们不要找我 我就给他 我就替他还一万块钱 那么你家里有一百万 人家也不能来拿呀 如果你说来 他的钱我来替你还 我来替你们还 好了 那你家里应该就多少就还多少 对不对啊 对对对 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 慈离开车 师傅我说话您听得清楚吗 听得很清楚 很清楚 好的 我继续问师傅 师傅您不是在 12月10号的节目里 最对最后一个看图 曾在师兄开始说 他坚持不能在养老院里 呃 待超过三个礼拜 否则会查出一个新的大毛病 就会在医院里出不来了 这是什么原因 是因为他在养老院里 能容易惹到灵性吗 师傅 什么我没听懂 你再讲一遍 对不起 就是说您不是在一个录音中 就看看图腾吗 对一个师兄开始说 说他先生不能在养老院 呃 不能在养老院超过三个礼拜 否则的话会查出一个新的大毛病 就会在医院里出不来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他在养老院里容易惹到灵性吗 师傅 不是 就是说他他已经生病了 送到不是养老院 是医院 送到医院里去之后 他不能在医院里住的时间太长 因为医院里第一 灵性出没 第二 他现在本身又不是很好修心的人 另外他身上师傅是看图腾 看到他先生身上还有癌症 只是我不能讲 如果今天他在医院里继续查 肯定查出了癌症了 那么医生不会让他走了 如果他今天 比方说他已经念经了 这个病情好了 他回到家了 好好念经 修心 许愿放生 可能这个癌细胞就不会升高了 你听得懂吗 这就救你 但是有时候查出来的话 人家一定要帮你治 人家也没错 但是有时候治不好就死了 就这么简单 明白了 其实师傅主要是医院的气场是太差了 是这个原因 医院里 医院里鬼最多了 死掉也是鬼 然后来投胎也是鬼 好了 你想想看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傅 但是师傅 那我们到医院里看病人 一般念几天 大悲咒 唯一呢 一直念 哦 一直念 哦 明白了 那师傅 我们再问一个问题 比如有的学佛的同修 去参加一些场合 就是说是 那种场合都是吃欢的 一些海鲜之类的 他们回来之后就感到头痛啊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很简单了 因为你 你是念经的人 你不应该到这种地方去 你去了之后 举个简单的意思 你等于一个 你念经的人干净嘛 有钱的人 对对对 你跑到个穷人堆里 人家都拉住你 问你要钱呀 你念出他的经 不就是像钱一样 有值钱的嘛 对不对呀 哦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那师傅 下一个问题 就是您在看图童中 对一个有开了天眼的师兄说 如果累了 就打个盹 不要硬撑着 否则灵性会上山 这是个个案吗 师傅 基本上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因为 一样的 因为为什么呢 当你很累的时候 我觉得你们就应该休息 一个人很累的时候 实际上这身体告诉你 警告你了 你成功度 你就得休息 但是休息 那么一会儿也会好 不要时间太长 明白吗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 吃了开示 为什么说有灵性上去呢 很简单 因为当你硬撑的时候 你不想睡觉 你会很难过 很难过的时候 你会产生一种厌恶感 和烦恼感 而这些烦恼感 厌恶感 这种气场 就会让灵性来找你 嗯 那师傅 您说的这种厌恶感 那种烦恼感 是不是就是负能量 也可以说是负能量容易 招惹灵性 是这样吗 师傅 完全正确 所以你去看好了 一个经常倒霉的人 一定是平时负能量 很重的人 整天觉得不开心 整天眉头紧锁 整天觉得怎么样怎么样 这种人负能量特别重 嗯 他整天觉得不开心 他整天觉得 哎呀 谈恋爱谈恋爱不开心 工作嘛 工作也不开心 啊 看见朋友们 这些烂朋友又难过 又不开心 他看 他看什么都不开心 你说他看 这些人不就跟鬼一样啊 那鬼当然了 你对人家 没有好感的话 鬼就来说 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去吧 就这样 嗯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那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师傅啊 呃 您看出一个人说是天上下来的 您是指的 如果天上下来说 他是指的是哪一世呢 是前一世 还是打前一世 打前一世 都有可能的 一般的 天上下来 都是说的是上一世 哦 如果说是在前一世 师傅会加个说明的 说 好几世前 如果我不说 就是上辈子 嗯 哦 明白了 那师傅 您说的 有些同修是仙女下来了 仙女是哪一层天呢 是超脱六道呢 还是欲界天 色界界界 无色界界界的 欲界天 仙女的 谁你看那些电影演员 长得长得好看的 都是天上下 欲界天的 他们到人间来 享受一些福报呀 享受完了嘛 接下去 天都回不去了呀 所以他们还不懂 他们很不懂 他们傻傻的 还以为自己耍大牌 他们还以为自己不得了了 不得了一个人家拍照片 不怎么样不怎么样 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 上不去了 结束了 下辈子人间轮回了 那师父 那仙女下来 他是有 他一旦是天上的仙女下来 他毕竟有来人间 是有一定的使命 还是来人间享福的呢 他来下人间的时候 受报 他在六道轮回呀 请不要忘记 六道里边有个天道的 山上的 是的 他到了天上 他到了一定的时候 他坐不住了 他必须要轮回了 只是在天上的时间长而已呀 哎呀 是啊 很苦的 他们自己还不懂啊 哎呀 明白了 他们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 他就觉得自己 哎呀 你看看 这么多人恭维我 这么多人怎么样我 看见我 哎呀 都羡慕我 实际上想一想了 真的 你看师父为什么没有这种想法 我就觉得人生很可怜 我觉得根本没有说 自己觉得像个像个什么明星一样 哪有这种概念呢 你这个众生 这这人家什么都是假的 什么都苦的 为什么还白普呢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师父 真的 师父 我在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 我就 有一个开始 我就会跟您分享 师父的伟大 师父 下一个问题 就是师父您以前给一个胃不好的同修开始啊 让他专念网生咒 去除肠胃上的业道 这是个个案吗 还是哪里不舒服 针对哪里念网生咒呢 师父 其实这个呢 虽然是个案 但是呢 他也有这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地方 因为记住了 凡是肠胃不好 就是吃的方面出问题 吃的方面 很多人的肠胃不好 就是因为吃活 活的海鲜 吃的太多 还是活的东西吃太多 网生咒是必然要念的 所以当你肠胃不好的时候 你必须念网生咒 就是这样 哦 那师父 您说这个必须念网生咒 是专门祈求 观世音 潮巴 菩萨 观世音菩萨 专门抄把我肠胃上的小灵性 还是这样泛泛的祈求呢 师父 泛泛的祈求 因为你单单念网生咒 去不掉的 就是只能念 小房子才能去掉 哎哎哎 好嘞好嘞 谢谢师父 此一开始 师父 脾气倦是什么原因呢 师父 这个人脾气太倦 等等啊 我喝口水 哎 师父 我等着你 不急的 那脾气倦是怎么造成的 讲给你听 哎 第一 前世 第二 投胎的家庭 对你的影响 第三 长期的生活环境 第四 交着朋友 还有一个 一共五点 还有一个 在社会环境的反射之下 对自己内心的不平衡 所造成的 你这五点好好记住了 所以很多人说 很多人说脾气 脾气不好 脾气不好 你以为真的 脾气不好了 脾气不好 他看见他老板 他怎么不敢讲话 他怎么 招门脾气不好 对着人家 那些懦弱的人 他怎么就脾气不好了 他看见一个 他的领导 一个老板 他怎么不敢讲话了 脾气不好 是吧 是吧 看人的 是吧 是吧 你有本事 看见警察 你也脾气不好 看到师父就脾气好了 明白了 那师父如何改正这个脾气倦呢 师父 修行 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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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要有修养 修养 你就好好地修 把自己心中的 养成心中一股浩然正气 浩然正气就是你养出来的 修养 修养 把自己好好地心要修好 然后呢 要修养 就是人家说 有这个境界 慢慢地懂得 什么叫境界 境界是什么 境界就是 你能够了解别人 了解自己 你能够圆容别人 圆容自己 你能够宽恕 宽恕别人 能够宽恕自己 你慢慢就有境界了 你能够理解别人 才能理解自己 这些都是很哲学的东西 你自己慢慢地学会这些 你就会 这个 这个 这个战无不胜啊 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师父你刚才说的浩然正气 我想浩然正气 与这个饥饿奴仇 有区别是什么呢 师父 浩然正气的话 是人家不能对你造成伤害 因为你浩然正气的是 是接天接地之气 浩浩乎晒乎天地之间 地之间 对不对 所以 所以这个浩然正气来自于菩萨 来自于天地之间 所以没有鬼啊 魔啊能够搞你 所以 饥饿如仇的意思呢 就说 你说的是你这个人很正 所以你对那些不好的 邪的魔的东西呢 你不会接受 也不会看得上眼的 是这样 是这个概念 哦 明白了 那师父啊 您说刚才说的脾气剧 这个大病就念得多 对于这个脾气剧有影响吗 师父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对不对啊 你一个人正常 身体正常的话 你吃什么东西 营养都均衡的 到了你肠胃里面 对不对啊 你要是这个人本身 缺什么 你拼命地再去补 去命补的话 或者你的身体的营养不均衡 可能补过头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动手术了 你身体已经脾胃很差了 你的身体不好 你拼命地吃西洋生 不吃西洋生 说明吃三生 补啊补啊 补到后来 你鼻子都出血了 补到后来 你脸上都长疙瘩了 你就过头了 这个道理 其实举个简单的 就给你听 一个正常的人 念大悲咒陷阱 都不会过头 都不会说 因为念大悲咒会脾气大 不会的 因为他会有一种 挣负能量的消耗 他会阴阳调和的 但是有些人 他本来就是阴阳不调和 你叫他大悲咒念了 他真的有时候 会火气比较大 明白吗 因为能量嘛 嗯 那师父你刚才说的 这有一种人 他不是 你叫他念大悲咒 他火气比较大 他大悲咒应该念 多少遍唯一呢 师父 实际上呢 大悲咒并不是 念了你火气大 大悲咒给你增加能量 那么你本身 能量 你本身的这个 自己身上的那些 吵架的 不开心的负能量太多 那么你大悲咒念下去之后 你可能这些负能量 大悲咒进去之后 会充实你 或者改变你的负能量的当中 就会让你爆发脾气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那 明白了 那是否 心经是不是比较 倾向于 沾对脾气倦的 心经是吧 嗯 心经 心经一般的呢 就是调心 我们说调心念心经 嗯 调了温柔 善良 没有火爆的性格 啊 然后想通想明白 啊 开智慧 开悟 都是念心经的 啊 大悲咒呢 是增加能量 身体不好啊 生病啊 啊 什么什么 或者有魔啦 有心魔啦 有鬼啦 都可以念大悲咒 就是这样的 现在明白了 明白了 明白了 好 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 师父 下一个问题 再讲一个同修的梦境吧 嗯 他呢 就是梦到了 哎呀 真的是 他梦到了观世音菩萨 他就问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给师父放 给 给师父放声 呃 您开示一下吧 我们的给我们的师父 观世音菩萨说 这个问题主要看 这个问题主要看发心 一个人整天想着自己 眼界也就是方圆 意义之内啊 那么他的境界 只是凡夫啊 尊师重道 慈悲众生的人 心系师父 心系众生 那他的心 视为佛心 因为他不是为了自己 带这种发心的人放声 就能感动天地 有些老妈妈的经济条件不好 他陪师父放声一条鱼 两条鱼 十条鱼 照样感动天地 因为他不容易呀 这是他的发心呀 结果 接着同修问 那给师父住念小房子呢 观世音菩萨 您开示一下吧 师父 观世音菩萨说 有些佛有自己业障还比较重 建议还是自己先消业 因为给师父念下的小房子 气场不好 会影响师父 如果自身业障轻了 给师父念 当然可以 他是这样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对我一直很好的 我知道菩萨 我知道菩萨会讲这个话的 观世音菩萨他很爱我的 我呢 讲心里话 有时候呢 有时候呢 有些人小房子念过来 真的质量很差 我也不敢用 然后呢 有的时候呢 这些佛有帮我放声过 我的确感觉到 自己在他心中就很舒服 讲心里话也是这样 有的同学帮我放很大的 这个鱼啊 师父就是会觉得非常的 非常的开心 讲不出来的 实际上这些都是 这些都是因为 因为师父现在是 连自己生命都不要在救助众生 他们他们这样也是在 也是在做功德 而且他们是做大功德的嘛 那尊师重道 这本身就是功德嘛 对不对呀 是 对 菩萨说尊师重道 慈悲众生的人 心系师父 心系众生 那他的心 视为佛心 你看看看 你帮师父放声的时候 你就是佛呀 佛心呀 因为你真是重道 师父刚才您 刚开始您讲到了 你有些佛有给你念小房子 您都不敢用 师父是他有 最重要一点要必须吃全素呢 师父 应该的 如果不吃全素 给我念出来的小房子 你说有什么大效果 那没什么大效果 不提到 你说说看 一个吃素人 念出来小房子好 还是一个不吃素 念出来的好 不要讲了 那个气场 肯定有影响的 对不对呀 对对对 脏啊 你想想看 他吃荤的人呢 你去看看 他吃 他吐出来的气 口气都是臭的 你想想看 到了肚子里 这种烂鱼啊 它会烂掉的 在肠胃里腐烂的嘛 那些肉 你想想看 几天坏掉了 马上这个肉就腐烂了 你想想看 你吃到肚子里 37度的温度 不就腐烂了嘛 一腐烂 什么酱油 味道什么都没了 在里面就 你们讲句心里话 你们过去吃荤的时候 吃到后来 你们反胃 如果吃不太饱了 是不是有股心味出来啊 是的 喉咙里打出来的杆 都是非常的臭啊 你这种 念出来的经 怎么能质量好啊 给师父念了 哎呀 我师父只是说 因为他看了 他们有这种发心 我不讲 这也叫慈悲啊 实际上你说 这就能用吧 你告诉我能用吧 哎 那师父您 这样说 第一要吃全素 第二 就是说 欢迎菩萨说 他自身业障轻了 他不懂自身业障轻了 他怎么去 就要去 衡量呢 自身业障轻 很简单 自身业障轻 自己都知道 第一 烦恼少 第二 他觉得精进 很精进 第三 他觉得自己很干净 自己都知道的 自己干净 不干净 不知道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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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做这种坏事 不动这种 坏脑筋 你 你自己不知道 自己干净 不干净的 明白了 明白了 师父 谢谢师父的 师父 师父 那我们给师父 放生的时候 吃怎样的心呢 是 是想着师父 还是想着天下众生呢 这个心态 怎么 想呢 师父 这个给师父放生 就想师父了 很简单 想师父 就像我们给自己父母亲放生 当然想着父母亲 能够得度啊 能够让他们身体好啊 一样道理 你给师父放生 说希望师父身体好 你去想别人啊 弟子鱼的 弟子鱼的 那师父 观生音菩萨说 一个人整天想着自己 眼界也几乎是方圆一米之力 那么他的境界只是凡夫 那师父 我们学国之音懂国 我们也听说过能量守恒和能量转化 那么是不是说明因也是果 果也是一种因 了者其实是互为因果的 师父 是这样的 因为因果因果 他种因德果 有果是因为因 所以他这个能量 他所发出来的这些因果的意念 都会造成你重新再植因果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就是很多人经常问 师父 我跟他离婚了 是不是上辈子的事情 有的是上辈子 有的是你这辈子 自己要离婚的 所以很多人离了婚之后 还会经常做梦做到自己没离婚 跟老公很好的开心 对不对啊 实际上这是为什么呢 很简单 他命根当中不应该现在离婚的 因为他现在种下的因 造成了他当 现在就离婚了 所以他这个国已经提早报了 明白吗 哦 那师父 那师父 现在你讲到离婚 现在离婚率这么高 其实也有一部分是前世的原因 也有部分是今世所造的业 结成了果 造成离婚 是这样吗 师父 对对对 现世造 现世造很多业的 现世造很多业的 现世很多业的话 他也会马上有报应的 所以很多人 他实际上 正因为他自己的环境 还有从小的 接受的一些教育 造成了他对现在世界上的一个 这个 分世主 他这个世界上什么 他都不喜欢 这样的话呢 他就会造新业 造新业 这个新业造下去之后呢 慢慢的他就会 在他的心中 植入很多的恶果 然后这个恶果就会爆发 爆发之后呢 这个果呢 又让他更加的仇恨这个社会 仇恨这个社会之后呢 他就做更多的不好的因 这就叫恶性循环 因果 叫因果恶性循环 明白吧 明白 那师傅现在得重病的人 大多都是现世报 是这样吗 师傅 基本上都是现世报 基本上是现世报 你去看好了 尤其身癌症的人 讲都不要讲了 他在好 他今天身癌症了 一定要么是缺因德 要么是缺养德 缺因德嘛 就是大家都说他很好 但是为什么这个人 会生癌症呢 乖吧 没什么乖的 他一定背后搞人家了 哦 明白了 那师傅 车祸呢 现在车祸也特别多 师傅 也是现世报吗 师傅 车祸如果死掉的是 直接拉走 如果没有死掉的是 给你先给你的颜色看看 颜色看看 哦 明白了 那师傅眼界高 心胸开阔 代表这个人的境界高 反之一个人境界高 他的眼界和心胸 也必然开阔 是这样理解吗 是这样的 你举个简单例子 你整天在家里 从来不出去开法会的 你说你这样修出来的 和整天在外面开法会 看到这么殊胜的情节 能够读这么多的众生 你说两个人境界一样吗 不一样不一样 好了 一个人从来没有出过国 和一个出过国的人 你说他看到的多 还是他 他的心胸会不会比 没有看到的人会大呀 那就是什么 真的不一样的 所以当年 当年还 这个国家不是也说 放眼世界吗 放眼全球吗 对不对呀 对对对 其实说的 就改革开放 就是来放眼全球 对呀 国家现在强盛了 民族复兴啊 伟大的大业 这个改革开放呀 改革开放的话 你不开放 你怎么能会 会伟大的复兴呢 对不对呀 对对对 明白了 那师傅 很多人发心很好 也没有自信杂念 可是做的事情 结果就不一定好 那么我们如何把握 一个人的发心 和事情的结果 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师傅 发心呢 虽然呢 是有时候是好的 但是不一定 能够有好的果报 这个是因为 你在人间的因缘 还不够成熟 嗯 明白吗 因缘不成熟的话 它才会造成 它的果报不圆满 虽然你做好事 但是最后结果不好 就像一个医生 只管开药方 不管病人吃了死活 这也算一个好医生吗 啊 不是不是 就是这样 所以道理上 就是这样讲 所以有时候 你种了恶因啊 恶果那是必限的 但是你种了善因啊 有时候也不一定是善报 但是呢 它有可能呢 也是有点恶报 为什么 你这个善因 种邪调了 你发心是好的 但是你最后 没有种上善因啊 所以你得到的是 恶果呀 如果你确认 自己种的善因 一定会有善报的 明白吗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慈悲开心 师父呢 您不是在白话 佛佛中也曾经提到过 很多事情 能做成在于缘 而不在于 而不在能 发心是因 结果是果 那么好的因 要得到好的果 是不是在于能和不能 这个缘 既然缘如此重要 这个缘是什么决定的呢 师父 这个缘分嘛 实际上就是你前世的因果呀 其实缘分嘛 就是因果呀 因果嘛就是缘分呀 你今天 你今天种了这个因缘 下去了吗 你果报就出来了吗 你种的因的时候 就有缘种下去了呀 你上辈子对这个人特别好 这辈子就会有一个人 特别对你好 不就是因为你上辈子的因 种下去这个缘分了吗 这辈子你就会有这个缘分的 回报了吗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 师父 我最后分享一个 分享做一个分享吧 这个是一个同修给的 就是说保生大地的慈悲开示 哎呀 看了真的让人感动啊 保生大地是 也许同修不知道 保生大地是北宋的著名神医 生前既是既是良医 受人 受其安 就是民众受其安则无数 其医术高明 医德高尚 顽名侠儿 在东南沿海一带心中比较多 他是这样说的 心灵法门的佛友 你们好 今天很感动 能再次表伐 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 现在的人们 杀业真的不像话 根本的慈悲都没有了 真的很可怜 我们也是想尽办法 也是突然 如今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 像是大被世人 天地都感动 现在不光你们得救 动物也跟着得救 真的感恩观世音菩萨 说到药理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进补一些食材 在你们食饭中 也添加一些枸杞 大枣 这些都是天上的宝贝 只不过 人间比天上小点 一米中是好东西 大家有条件的 可以喝点 不要听社会上的补原汤 那可不是 那可不是补原器的 你们不懂啊 那个热量大的 都可以把你的身体喝坏 不能听风就是雨啊 学佛学法就是简简单单 把佛法知识 运用到你们的生活中 就足够了 吃的上面 以清淡为主 多多吃一些白菜 这都是对身体好的 还有胡萝卜 这都很好 不要吃刺激性大的食物 这样也不是 这样也是不好的 会给身体造成某方面的欲望 吃的上面 大家也是克制一下 慢慢的就习惯成自然了 看看你们的师父多苦 清水的面条 他把爱都给了你们 你们一定要争气啊 他不求什么 他只求今生 能够多带几个人回家 他把人间的欲望都放下了 他给你们的是 百分之一百二十的能量支持 你们一定要争气 今生能冲出六道的人 一定要跟 跟好台长一起回家 时间不多了 很多的学佛人 开悟的时候 已经五六十岁了 时间还多吗 你们还有时间蹦迪吗 时间太少了 让你冷静修 你就不改套了 你还不着急啊 你们的师父真的心急啊 他老实说 如果我再早几十年 像现在这么看悟 我得渡多少人啊 但是你又 但是你又想过 你的身体受得了吗 你为众生的辛苦 我们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我们知道你在人间受尽了苦难 但是你的心永远只装着 观世音菩萨和普天下的众生疾苦 你太累了 可你从来没有喊过停滞 我们为你感动的气泪横流 你为众生费了一身的业力 我们一定好好为你护法 今天你完成了观世音菩萨的大愿 我希望天下的人 也能够真心的跟着台杖 仪式修成 今世 你们说什么都要上去 不管是为了成佛 还是为了众生 总之 你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不要让菩萨为你的出离 再来人间 你们懂吗 跟住你们的师父 我作为台湾方的地神 我一定好好的护士心灵法门的同修的 请台长放心 心灵法门感动天地 大家一定好好跟随台长 仪式修成 不要再轮回了 谢谢大家 师父 真的是很感动 师父 第一次 他这个大地 那个叫 宝生大地 宝生大地 他是这样的 宝生大地 他是沿海一带 东南亚 包括中国当时的沿海一带的 非常有名的一个神医 而且呢 对对对 像这种大地呢 实际上呢 他就是因为在人间呢 做的功德太大 大的不得了 所以呢 他能够成为一个一方的 一方的这个大神 大神仙 他因为 他们呢 其实护法也是很重要 你看他今天 今天你要念宝生大地的东西 你看今天第一个 打进来的电话 第一个比第二个 就是那个台湾共修会 他们台湾共修会 今天这个观音堂 打进电话来 所以你去看 都会有很多的 这个 这个菩萨 都在保佑 所以呢 也希望 也希望 希望那个正能量 能够 不断的 能够 这个这个 让众生了 离苦得乐 这很重要 所以呢 很多菩萨都在护法 护心灵法 所以希望大家也是好好地努力 对不对啊 因为 对对 因为真正的那些 那些要学佛的人呢 他还是 还是有他的佛缘的 明白吗 也不希望 也不希望个别 个别人能够 能够让 个别人能够一些不好的 那些负能量来影响我们这些 正能量的人 对不对啊 对对对 嗯 老圣大帝都说 我作为台湾方的地神 我一定好好的 护持心灵法门的同修 请台长放心 他很尊 真的很尊敬台长 是啊 他们 上上下下都对台长很好 前上下下都很好 我自己都知道 只是我这个人呢 你看看师父喜欢讲佛法的时候 讲讲笑笑 我不把 我就是为了不把自己 好像变成一个 好像非常好像一个像什么神秘人物一样 没有的 跟大家一样 跟众生一样的 开开心心学佛 欢欢喜喜念听 就是让大家离苦得乐 就是这个目的嘛 不要不要有觉得自己 你你重有重有这个这个这个啊 满腹经文的话 你最后还是应该用之于名 取之于名嘛 对不对啊 你好好的救度众生 否则怎么能成菩萨成佛呢 明白了吗 明白 师父 您 您一定保重好身体 你看保生大帝都说 你太你太累了 可你从来没有喊过停止 我们为你感动的 替泪横流 你为众生背了一身的业力 是啊 保重好身体 我说菩萨经常讲的 说 跑得来累得不得了 然后呢 还背一身夜回来帮人家 跑得来 现在你看我这次飞机上回来 我心脏非常不舒服 人非常非常不舒服 很难过的 哎呀 胸闷的 所以 这个身体真的有点小问题 就是太累了 真的 整天的就是 师父 今天听您讲话都感觉 您不叫你 就感觉还是有些累啊 师父 很累 还没恢复了 第一天回来的时候 整个人就像 就像倒时差一样了 浑浑倒倒 一会儿像水 一会儿像水 不是这么 救人不是这么容易的 所以很多人嘴巴里讲的好 我要救人 我要一事修成 我要发愿 你付出多少啊 你不要讲的 你看看人家付出多少 有些人整天嘴巴讲 没用的 上不去的 明白了吗 对 真的 他保存道理说 看看你们的师父多苦 清水的面条 他把爱都给了你们 他就说 他给予你们是百分之一百二十的能量 支持 你们一定要争气啊 真的是 没办法 真的上去做菩萨的有几个了 这只能也是随缘了 尽最大的努力去救吧 救得了的吗 就是有福气 救不了吗 就没办法 明白了吗 那师父 师父 那保生大地说 时间太少了 让你冷静心 你都不感动了 还不着急啊 我们都感受到这种保生大地 菩萨对大家不经济的着急啊 师父 您最后说几句吧 师父 就是一年过了 很多人又浪费了一年 但是我们学佛的人又精进了一年 我们又激功累得的又一年 但是真的有很多人打麻将啊 赚钱啊 就是不停的消耗着自己的一些福德 然后呢 有些人呢 吃喝嫖赌 吃喝晚乐 实际上 社会上随着开放 也是的确有一些不好的 西方的这种不好的这种东西 也给人间带来了很多的麻烦 很多人以为 哎呀 这个性开放了 觉得哎呀 过去怎么怎么 我们怎么 实际上他们害死他们自己了 你知道现在性病流行啊 艾滋病横流啊 你想想看死多少人了 过去毕竟没有这些病了 所以有些时候啊 这个残害了多少妇女 这些东西 所以为什么国家在禁止这些东西 不能让它蔓延呢 实际上很多人就借着改革开放 把一些资本主义的一些弊病啊 都以为是好的 所以这一定要 为什么我们要弘扬传统的文化 就是要保护中国的那些 这个正性正念 就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里面的人意理智性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东西 还不应该把那些垃圾文化一起吸收进来 所以有些时候 这个这个这个会带来一些 这个这个这个文化文化这个残渣 也就是说这些啊 并不是一一种纯纯的一些啊 正能量的文化 所以我们中国五千年文化历史 我们要保持 为什么台南不断的在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 和这个文化的佛学精神 就是要为了保持我们这个正性正念 让我们的这个这个 这个炎黄子孙 让我们的孩子啊 让让这个世界上 大家都能认清 什么是正的 什么是不正的东西 现在的孩子真的 这个概念都不分了 尤其在澳大利亚 很多的孩子 这都是相互之间影响 相互之间影响 你想想看在澳大利亚 他有一个省 他这个省里面可以吸毒的 所以一到这个 一到大家想 很多人想吸毒 他就赶到那个城里面 他那个地方自治 他那个法律就是可以吸毒的 你想想看 这个简直就是 这个这种这种这种法律 你说你有什么办法 对不对啊 不是害人 对对对 所以现在很多学校里 孩子都吸大麻 像这些 你说我们华人的子弟 怎么中国的传统不能忘记啊 就为什么我们要弘扬佛法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让他们要要懂得 什么是正的 什么是邪的 这个因为已经直接到 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 我们海外华侨很多的孩子 有的是真的很好 教育的很好 管得严 有的真的已经坏掉了 坏掉的话 真的已经被吸化了 你知道吗 他们不知道 师傅您说的才对 他们维权势力啊 对不对啊 所以有些 在国内的时候 好好的出去国外 受到那种吸化的影响 坏了 坏了呀 就是这样的呀 他的教育问题 他这种理念问题 所以这个这个 这是长期的在在在海外出生的孩子 如果不对他进行一些 传统文化的教育 他一定会变质的 所以真的是一个现实问题 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台长也是觉得 为什么台长觉得任重而道远 就是这个道理 明白吗 明白了 明白了 师傅 谢谢您今天的慈悲开设 师傅 您一定要保重好身体 师傅 今天弟子的问题我也完了 感恩师傅 感恩观世音普达 师傅 感恩您 我们很爱您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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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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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讲吗 师傅 你好 师傅 听得见 请讲吧 师傅 师傅 这是 夏丽 请安 这个地址这里有 几个问题 可是师傅 首先地址先跟师傅说 嗯 对不起 师傅 地址修得不好 改不了 坏脾气 嗯 坏脾气要改 嗯 嗯 这个地址 会好好的 这个地址 嗯 跟菩萨 忏悔了 嗯 那师傅 这里地址就有几个问题 请师傅 开始一下 呃 第一个问题就是 师傅 对于我们 呃 那个 有些同兄啊 就叫他的孩子 呃 少过十岁 的孩子 叫他为师兄 请问师傅 这样子的叫法如理吗 就是他叫自己的孩子啊 啊 啊 对啊 啊 呃 小十岁 就是几岁呢 这孩子几岁呢 就是七八岁这样哦 就是称为他为 哎 师兄 这样子叫他 啊 这样子我们的教是 奴隶嘛 啊 实际上呢 从平等性来讲呢 应该还是奴隶的 因为 凡是学博人 都应该 是师兄师弟 但是作为 他们的妈妈 跟他的关系呢 就不要去叫了 嗯 哦 就不要叫 如果我们去叫 叫他孩子的名字 就可以了 没关系了 因为 因为我是 我是觉得 因为作为 他是母亲 跟孩子的关系 大家是看 是佛友 但是毕竟 有这一层关系在 我觉得叫他 名字没关系的 对外 比较尊敬一点 就可以了 嗯 对外 哦 好的 那师傅 因为在家里 还牵涉到一种 妈妈以后 对孩子的教育问题 如果妈妈以后 老称他师兄的话 这孩子可能会不懂 不知天高地厚 嗯 哦 好好好 明白了 师父 嗯 那师父 这个 呃 这个 就是对我们 红法的 就是对我们 出在岛上的 同修们 那师父 我们在红法当中 就会多到 呃 那些 呃 遇到那些捕鱼 或者在巴沙 卖鱼的人 请师父 您吃杯 开始一下 我们该如何 更容易的 不到他们 能够让他们 有信心 对佛法有信心 要炼金 很难 他们常常说 我是 很难的 不要去读 怎么 没办法 能度就度 度不了的话 就不要度了 这种人 下地狱的人 你会帮他们 背很大的业呢 是吧 师父 我们没能力 我们 我们没能力 你愿意度 你去度 如果你觉得 你有能量 你去度 你不要在这里 跟我讲大话 台长师跟你说 你今天不是 地藏王菩萨 你就下不了地狱 去度 那些恶鬼 你可以今天跟我讲大话 我要发愿 我要度 你去度 到时候你躺在床上 你被他们夜背的 浑身都是 你要走的时候 你才知道 我不应该这样 你是说大话 你在 你没有能力 去做这种事情 你就要说大话 你有什么功德 你有什么能力 你现在修到什么果位 就这么简单 那师父 如果好像我们 在度人 我们去发那些光碟 和传单 可以 发给他们 没关系 发给他们 没关系 就是说 如果他们 要的话 就跟他们解说 不要 我们就感恩 对 掉头 不要去跟他们 多讲 这些人 今天鱼竿还掉的 他实际上 他一定下地狱 好 我的师父 我们明白了 师父 感恩 还有师父 就是 就是 近世非常富有的人 就是我们都是说 他 天生都是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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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好事 有不报 对 那师父 我们看这些 有些人 他们非常的 有钱 而他们的生意 却是那种不合法 又是 好像比如 卖毒品的这些 请问师父 他们其实是 中了什么的因 近世会让他们 遇到这样的生意呢 师父 很简单 他们前世一定 做善事 所以他们今生 有点富有 只是他们在 今生 在受福报的同时 他们造了 新的恶业而已 明白了吗 哦 这是他今世的 今世造的 啊 今世造的 因了 所以他 来世他受的果报 他来世他会 肺结核啊 然后啊 会终生受苦啊 或者会被人家 看不起啊 就这种 嗯 好 师父 还有师父 一个就是 假如我们家里 供奉了六尊菩萨 那我们在出差的时候 要上新乡 我们是观想 家里的 的菩台 那我们在 上新乡的时候 我们是供请 六尊菩萨 还是 呃 只 只 关注那个 观星菩萨呢 师父 六尊全部都要 哦 对 对佛台都要 恭敬 这叫上新乡 不是一尊 全部都要 好 师父 明白了 那师父 这里是有一个 同修的梦境 呃 这位同修他就梦见 他梦见 他一 他梦见一整队 呃 我们新义法门 八蛋岛 公修会 坐飞机 红法回岛 半路飞机 却着落在一个 好像 云雾一大块 上的地方 还是的 那队长就 打电话求救 说这个地方 只能水 水路 还有飞机 能救我们 但这位 这位做梦的师兄 就说 就回答那位 呃 领队说 师兄不只是 水路 空路 连路路 也是能 空的 因为周边 下面很多 户家庭 然后那位 师兄就说 好的 请问师父 这个梦境 有什么意思吗 这个梦境 首先 回答你 就是没听懂 哦 因为不知道 你说什么 什么 陆路 水路 的 上面是什么 呃 就是有一位同学 他就梦见 我们 八蛋岛 新义法门 公修会 坐飞机 红法回岛 师父 半路飞机 却着落在一个 好像 云雾一大块 上的地方 是白色的 好了 首先先帮你分析 这个 你们里边 嗯 孩子很好 但是有 不如理 不如法的事情 所以你们才会 云雾当中 飞机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哦 好好好 师父 那师父 那师父 这里就有一个梦见 就是 呃 今天早上刚做的 就是呃 我梦见了 我过世的父亲 他 他 他复活了 就是 他在那个 棺 棺材里就 一只叫一只叫 那有很多人 去把他救出来 他就是 全是 跟他全是 一直 飞飞胖胖 嗯 蛮好的 我就跟我父亲说 呃 你看啊 你呃 就是 菩萨就 给你这个机会 让你再复活了 嗯 你知道你死过一次 你知道的 那个痛苦了 你知道 说我们人是空的 你就 我就跟我的父亲说 你要去呃 那个 好好念经 你要去 先生说法 我父亲就哭了 师父 我这个 是我父亲他 他他去投胎 很快 很快要去投胎 做人了 嗯 这种问题 很简单 我告诉你 只要做梦 做到复活 所以为什么澳大利亚 海外 你比方说 西方他有个复活节 你知道吗 复活节 他们 把脸 画的那个样子 复活节 就是 死人的再生呀 这还不懂啊 嗯 哦 好好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还 还需要帮他 烧少房子吗 嗯 最好再烧一点吧 嗯 再烧一点哦 好的师父 那师父 这里就有一位师兄 想请师父您 帮他选一个名字 请师父 你等一下 哈喽 师父你好 啊 喂师父 第一次向您请安师父 啊 啊 师父 请麻烦一下 可以帮我的孩子 选几个名字吗 师父 今天不看图腾的 不能选的 嗯 哦 不看图腾的 啊 今天不看 哦 好吗 你刚才 你刚才 四六天 打打 打打电话了 你孩子 属什么的了 我孩子啊 我孩子 属老鼠的 师父 属老鼠 属老鼠们 你要给他 有点土字的 有个土 有土字哈 我现在 我现在有准备了 喂 喂 看见吗 胡发声厉害吧 不给他看图腾 马上把他挂掉 看见了吗 哼 你以为呀 胡发声 还听着呢 喂 你好 嗯 我的妈呀 我的妈呀 快说话 说话 说话 快说话 说话 师父 你好 喂 师父 新年好 新年好 祝师父 在新的一年里 身体健康 万事入益 哦 谢谢 谢谢 哼扬 中华传统文化 取得更大胜利 好 让新之光 照亮全球大地 好 谢谢 谢谢 哈哈 谢谢 谢谢 弟子今天 请教两个问题 好 第一 号角的时候 能否念经 可以 可以 可以哈 可以 再一个 就是 观世音婆子 告诉你 接天气 对身体 非常有好处 对 嗯 我想把这个动作 你规范一下 嗯 嗯 就是 天之大地 嗯 能 唯有 云隆红日 嗯 天之大宝 唯有 云隆红日 人之大宝 因此一点真阳 嗯 嗯 嗯 焦踏大地 头顶蓝天 嗯 通过 双手的老公穴 嗯 头顶的百慧穴 嗯 让阳光 进入我们身体 各个部位 嗯 我想规范一下 是否可以 嗯 可以啊 嗯 可以哈 可以啊 嗯 下边 这个还有我的孙女 和你请教 呃 你两个问题 好 喂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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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天日快乐 谢谢师父 那个 我想问一个 那个问题 请教师父 多位同修及家人 在他怀孕的期间 都梦见了生男孩 但是生下来呢 却是女儿 请问师父 这是何因缘 造成的游男变女了 这也很简单了 比方说你命更当中 应该是有一个男孩子 对不对啊 嗯 但是因为你的精士 和上辈子的业力 所牵引 所以呢 你可能就是上辈子 比方说你命更当中 是一个男孩子 但是你 因为你在 你在上辈子 做男儿生的时候 你做了很多 对女士不好的 所以他就会让你 撑个 逃个女儿 让你会心疼她 让你会知道 女人吃多少苦 你下辈子 才不会再去 糟蹋女人了 听得懂吧 啊 听得懂 很多人 害人家女人的 这个感情 很多人 去玩弄女人 实际上 这些都是 一种大业障 其实女人很可怜的 所以不应该去 去伤害她们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谢谢师傅 慈悲开示 第二个问题 很多同修梦中 遇事会得癌症 在没有看图腾的情况下 请问师傅 应该念 那个小房子 一般多少合适 需不需要配合 礼佛大忏悔文 放生要多少 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一般呢 打不进电话 但是梦到自己 要得癌症的话呢 就要把它当成癌症的 小房子总数来念 至于一波念多少的话呢 也可以七张 也可以二十一张 一般的呢 如果生一个癌症的话 基本上是八百张以上 明白了吗 然后要放生 礼佛 礼佛要好好地念 礼佛 要念很多 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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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的 要一万条到两万条 慢慢放 哦 明白了 谢谢师傅 祝师傅 新年快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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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再见 拜拜 拜拜 咱过 好 听众妹妹 那么上半时节目就到这结束 我们继续我们的下半时 那么上半时会在今天晚上重播 那么下半时呢 我们会在明天晚上重播 好 那么 我们继续我们下半时的节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